云南省玉溪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身是成立于1992年的玉溪地区旅行社 1998年玉溪彻底设施 玉溪地区旅行社更名为玉溪市旅行社 2003年岁末 玉溪市旅行社实施国有企业改革 2004年 云南省玉溪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成立 十多年以前云溪的旅游情况 从祖堂出游市场上看 98年以前云溪旅游市场规模已经很大了 当时在云南省也是警示昆明市场的一个大市场 但是从影团入狱 就是说外地人到玉溪来这块市场来讲 当时98年以前因为没有形成完整的这个玉溪的信用产品 所以这个游客量很少 即便是来到玉溪的也主要是散客 或者休闲散物散客 比行社经手的很少 所以我们在98年以前呢 我们的行社们对接待这一块 接待来玉溪旅游客这一块基本是放弃 是没有做到的 98年一起彻底设施以后呢 这个整个旅游产品状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呢是98年开始 就让一些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开始做了很多的一些旅游产品的规划 做了一些设计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建设 现在打了很好的基础 然后呢到2003年以后呢 整个社会市政府还有行政管理部门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 使所有的建设重点都是围绕着旅游线路 来进行匹配建设 比如首先要打造出一条完整的旅游线路 然后呢把有这个产品吸引游客进来 就说整个建设形成了以旅商一村 这个玉溪旅游线为主体的这么一个旅游线路产品 那么匹配了尤其是在2003年以后呢 建设这个红塔鼓业园 然后呢又建设了一些音乐 聂尔音乐文化广场 还有一些大河工程等等 那么到目前为止就形成了 红塔区中心城市为中心 以祖先湖修行物价游和这个阿里劳山民族风亭游 为两亿的这个一个中心 两亿七非的这么一个完整的产品形容提起 一种产品 那么旅行社就比较好 对比较销售 我们一席现在有三个四一级景区以后呢 它对我们旅行社在对外西洋床处销方面 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比如说在我们一席平定四一级景区以前呢 那么来一席的人也不少 那么主要是有很多散客过来 自从平定四一级景区以后呢 那么现在来看呢 以团队形式 就是接到有旅行社组织进来的这个团队就有明显的增长 像2006年我们旅行社呢 就是接待到一席里游的这个团队呢 就首次超过了那个祖堂出去的那个歌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